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奎聊建筑物 许多初次造访台北车站的朋友都很容易在里面迷路 其实台北车站在历史上的许多样貌也时常让人搞不清楚 今天想要来和大家聊聊这座首都的车站是如何走到今天 又经历过哪一些外观上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清代就开办了铁路业务的时候 建于1891年最初的台北车站 它的位置是在大稻城的南边 今天台北联合医院的中心院区 它选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为了临近码头 并且衔接合运交通 以及它的旁边有当时因为洋务运动而推行所兴建的机器局 一个现代化的工厂 被称为第一代台北车站的站体 其实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火车站 相去甚远它只是一个巨大的钢骨棚架所构成的构造 它比较类似在当时欧洲时常见到的棚式车站 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墨内的作品巴黎的圣拉扎尔车站看到这样子的建筑物 构成第一代车站的钢棚架的材料呢其实也是进口的 当时在台湾并没有钢铁工厂 所以许多材料是要买二手品 那当时是从比利时的布鲁赛尔的钢铁工厂进口的这些材料 所以呢当第一代车站并没有要使用之后 进入了日本时代也没有把这些材料给丢弃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捷运北门站有一个正在整修的古迹 叫做台北工厂 它是日本时代铁道车辆的修理工厂 它所使用的其实就是第一代车站的钢棚架的材料 直接把它拿来当做工厂的屋顶 那它现在是台北市的市顶古迹 第二代的台北车站 它是在1901年的时候 前往台北府城 清代的府城的城墙的北侧 那它也反映整个台北城市的发展 逐渐的向东边移动跟扩张的一个方向 虽然车站刚盖好的时候 清代的旧城墙还没有拆完 但是再过两年 它前面就会形成一个宽广的广场 城墙拆除之后 我们会看到新的火车站 呈现了一个非常像是欧洲城市的风貌 也就是车站前的广场呢 它其实是为了疏散进出车站的人流 一个非常重要的腹地 那它也是一个凸显城市地标意向 非常开阔的空间 第二代台北车站的暂体建筑 是由非常重要的总督府祭师 野村伊朗所主导设计规划 采用的是英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 红砖沉重墙的构造 并且在转角穿插了非常多石器的构造 那这些石器构造它未必具有真实的结构作用 但是它把它安放在这一些红砖构造中间呢 凸显了它的厚重感 它是属于日本近代的建筑物 我们会把它称为叫做城野式的一种风格 美丽的车站 玄关的车记 是许多送往迎来的共同记忆的地标 很多人会在前面合照 到了后来 为了庆祝大政天皇的即位典礼 在1915年的时候 在车站前面新建了一座 融合了石钟 公共电话还有油桶 这些复合机能的纪念亭 它其实甚至还有一个水龙头 可以让旅人稍微清洗一下身上的灰尘 这个小小的构造呢 它其实反映了现代的文明设施 在20世纪初 台北都会生活的一个进步的样貌 车站前的广场 曾经设置了一座铜像 它是主导台湾纵贯县铁路工程 铁道部长 长谷川警戒的铜像 雕塑这座铜像的雕刻家 长早守静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那这座铜像呢 它是背对的车站 面向的城市 有点像是在欢迎乘客来参访 或者是来搭乘他的心血结晶 不过这个铜像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很长 后来因为广场的配置调整 它就移往了车站对面的铁道旅馆去放置 从空照图可以看到 第二代车站 它并没有正对着车站前面的马路 现在的馆前路 在日本时代叫做表丁通 这条马路呢 它对面的端点 是日本时代的总督府的博物馆 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所以到了1939年 要开始准备新建第三代车站的时候 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把第三代新的车站向西侧移动 落成之后呢 就和博物馆中间隔着马路 两座重要的建筑物遥乡对望 顺带一提 博物馆也是有野村一郎设计的 那如果我们有去过日本的话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从东京火车站最中间的那个大门走出来 国道404的对面就是黄居 像这样子在都市重要的轴线 两侧配置重要建筑的做法 我们看到了它在台北的缩小版的实现 调整了基地位置 新建的第三代车站 设计者是宇夫揪夫 它也是日本时代后期 铁道改良科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师 包括现在的嘉义车站 台南车站 还有许多地方的中小型车站 都是它的作品 那它最主要的呢 就是把这些车站 用钢骨钢筋混凝土 再一次建造 提供了更大的车站内的服务空间 并且也整顿了车站广场周边的建筑物 创造了更大的战前广场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代车站 它的线条非常的简洁 造型也已经没有历史主义的 山墙、拱圈、塔楼或者是圆顶 这一些风格繁复的装修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时期在日本东京的上野车站 或者是当时还是满洲的大连车站 都有非常相似的表现 那在照片里面可以看到 落成的时候 董都他们视察了景象 可以看到当时车站非常惊人的尺度 采光非常良好 宽广的大厅 创造出跟以往专道的车站完全不同的后车空间 后车空间里面的家具采用的是木座 它就可以表现出比较细致的温润的质感 并且在车站里面还有守护交通安全的站内的神社 走到月台可以看到钢棚架 是以非常多的锚钉组合钢板构成非常壮观的工业化的景观 台北车站除了通往车站的前方 也就是日本人主要生活范围的前站区域呢 其实还有通往后站也就是主要以台湾人的活动区域的范围 那这两个车站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 后站呢它比较像是木造的欧风阳式的风格 有点像现在重新建造过的新北投车站 呈现了前站跟后站不同的城市风情 也表现了他们不同的使用者 可惜在1989年的时候 遭到了火灾焚毁并没有保存下来 有一张重要的历史照片 是1947年2月28 当天下午在车站前面的广场 这里曾经是聚集了 即将要前往行政长官公署 抗议的台湾民众的一个历史舞台 站后的台铁呢 在车站前面的广场 以花圃塑造了所谓车站前的异象 并且在中央建造了喷泉 提供给车辆使用的道路也逐渐成型 台铁非常擅长利用车站建筑本身 悬挂各式各样的节庆标语 以及政治宣传的海报和图腾 车站原本美丽的面貌逐渐的被人所遗忘 到了后来公车、小客车 以及机车的公路客运时代来临 火车站作为重要的城市异象 以及转运的节点 周边的景象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载具 最终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关系 要兴建第四代车站 第三代车站就在1986年的时候被拆除 至今它仍然是在台北地表上 存在过最久的台北车站 陪伴了许多乘客漫长的后车时光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是第四代的台北车站 它虽然被昵称为是必胜客的logo 其实它的设计理念也反映了当时建筑家 都非常想要追求中国传统建筑意象的现代化 那它的建筑家是战后在台湾也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沈祖海以及陈其宽 那他们呢其实是在跟国父纪念馆致敬 然而非常奉势的是 国父纪念馆的设计者王大宏 他自己本人也有来参加镜图 却没有入选 历经多次转变面貌的台北车站 如今在地表上已经看不见前几代战色的痕迹 那如果我们能在现场以说明牌搭配老照片的方式 或许可以连接更多过往的历史记忆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林宗奎聊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